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 刚刚,这款中国武器已经曝光,美国和整个世界都不淡定了。 第一军行作者,新型直火,在空天飞机领域,美国一直独步全球,其他国家失望沉默及。 尤其是X37B空天飞机的出现,让美国始终保持着对他国的绝对优势。 但是,科技无止境,一山更比一山高,就在美国自以为笑傲还宇的时候,中国悄然研发了一款比X37更加出色的空天飞机。 这款飞机一经报道,迅速燃爆了互联网,引发了全世界的瞩目。 资料图据《环球时报》最新报道称,国内媒体近日报道了一款工业部门在研的空天飞机方案,引发境外媒体集体关注。 专家表示,这一技术方案的先进性,远远领先于美国目前天地运输系统,以及轨道飞行器。 在理念上看,和英国云霄塔空天飞机类似,另据央视报道称,航天三院目前正在研制一种用余品逼往返运输,并可重复使用的空天飞机。 这种空天飞机既能够载人,也能把卫星等航天器送到太空。 此消息经国内媒体报道后,迅速引发了其他媒体的广泛关注。 香港南华早报、台湾中时电子报、联合报等媒体,纷纷进行了转载报道。 台湾中时电子报甚至还称,近日中国首度成功进行了航天飞行器模型试验,试验不择人用历史性跨越来形容试验的重要性。 从以上报道来看,中国研发空天飞机已进入实质性的技术研发阶段,并不存在资金和技术上的问题。 资料图众所周知,早在50年前,就有科学家提出了空天飞机的概念。 所谓空天飞机就是相较于其他飞行器能够在地球近地轨道上自由往返的飞行器。 这种飞行器主要依靠自身空气动力和吸气式发动机实现飞行。 在这方面,美国凭借先天科技优势,走在了世界最前头。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就实现了航天飞机的可回收技术,为空天飞机的研发奠定了重要基础。 但由于发射成本高,美国致力于开发性价比更高的空天飞机。 于是,X37B空天飞机应用而生。 X37的最初研究计划是由美国航天局NAS来负责。 其主要目的是降低发射成本,研发一款航天飞机的替补产品。 但在2004年后,美国五角大楼接管了该项目。 在这之后,X37就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当中。 2010年4月22日,美国空军耗费十年心血研发的全新空天战机X37B,首次从佛罗里达州成功试飞。 现在,美国的X37B是由波音公司所制造的。 无论从外形还是其他方面来看,它简直就是一款缩小版的航天飞机。 资料图但是,X37B空天飞机的厉害之处,不在于它能够自由往返于天地之间,而在于它不为人知的军事作用。 根据现有资料显示,X37B可在近地轨道上运行上百天,能够控制,不获并摧毁它国军侍卫星,对敌人进行海陆空全方位侦察,甚至能够实现两小时内,打击地球上的任何目标。 目前,X37B归属美军太空司令部,第三太空实验中队指挥。 坦白说,美国的X37B,实际上就是一架太空战斗机,它对美国想夺太空之高点,保持太空优势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所以,研发空天飞机对崛起的中国具有非凡的意义,尽管研发空天飞机,还需要克服许多未知的困难。 但中国正通过自身技术来实现这一切,相信不久的将来,在中国航空科学家的努力下,中国很快将拥有超越美国X37B的空天飞机。 当然,除了中国之外,俄罗斯、德国、日本、印度也不甘落后,这些国家也将研发空天飞机列入航空国防计划之中。 这将导致空天飞机的竞赛日趋白热化,声明,已发现多家媒体未经授权转发第一军情文章,为尊重原创,转载请标明出处,微信公众号转载,请联系管理员开白名单,敬请配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